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邱英俊 唱什么都跟唱戏似的 大家想不想听一听 都不信 这样这样 想听的 你可以把你手边那个灯按灭 英俊哥 快唱吧 快唱吧 你们真实在 一会儿编导还在那边都亮起来 知道吗 来来来 那你点吧 唱一个《甜蜜蜜》 这歌太熟了 张嘴角来听着啊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有一句像戏吗 有一句像戏吗 你戴上胡子 你都能上戏 才演出去了 哪一句不像戏 开在春风里 谁在唱歌 我跟你讲李丁啊 就是我要唱流行歌曲 就必须得有戏味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相声演员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相声发任之初 戏剧就与相声结缘 在整个相声发展观当中 戏剧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不光是我 只要是相声演员 他都懂点戏 你说呢 李丁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换句话来说 就是如果这个人 要是不懂戏 他就不是个说相声的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什么观点呀 你不同意呢 我再说一遍 你看在我们传统的 相声作品当中 有些相声作品的名字 直接就和戏曲是重名的 是吗 比如说像这个 空城记 杨平关 坟河湾 珍珠山 巴黎圣武院 罗米欧和朱丽烟 你是不是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压根就不同意你说话 不让主持人说话 你这是什么行为 我想问问你 你不是不了解 这相声和戏曲的关系吗 确实有点不了解 你看看下面这段表演好不好 这龙靠一边一边 都好一块的了 一边一边一边三 这四马一 一了 老公马上 露西亚发 老公马上露西亚发 老公马上露西亚发 改词了 这有点意义 对对对 过去叫站门这个活 三加四的就是七分贝 엄击梨 是至迹真敌 正感到于他 重上瘋的 八地湿 没没病 以朝阿几 但这条 ague 就是 可以 你重重方去美 我自卑 家也欢笑成啊 累得 看画 夫妻对俗 在船上 汤水是吧 小绵羊 漂亮 你看着风吹浪 一望流平 遍地草荒 宁愁不见 得了场 空族的飞升 变成航 推头变半 两只雕 叫一声娘子 听一个端响 新传新的我 隆隆不落 谈唱歌舞 战散新的场 好 好 谢谢我们这位西区演员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站在我旁边这位 是我说相声的恩师 著名的相声 表演艺术家 江宝林老师 大家看可能会觉得 那为什么还戴着一个眼镜 对上台 他就是眼睛 如果一到光的话 他就流泪 所以这一段 当然唱就没办法 他还要戴着这个心 其实呢 今天在舞台上 刚刚我师父唱的这一段 这是我师父在七十多岁时 录制的录音 因为我的师父啊 在小的时候八岁就开始学戏 后来改说的相声 在相声里也经常表演戏曲的唱段 但是从来没有半上 在舞台上唱过戏 今天其实也是圆了我师父 这么一个戏曲的梦想了 江先生今年高手 我说相声今年是八十周年 在这八十年当中 观众朋友 没有一个知道我的真实的年龄 今天呢 你听真的是听假的 我听真的呀 九十一 师父您今年九十多岁了 您还能再简单地唱两句吗 没问题 还能唱两句 不是简单 大唱小唱都行 刚才您听你录音 我是这样唱的 开船 扶起对坐 在船舱 长心落实把小绵羊 叫娘子你看着风吹浪 一望流平 遍地草荒 临求不见天苗场 空中的悲声 燕成航 丽丽丁啊 我告诉你 这就是诱惑 我觉得好像以前要看戏的话 要唱小声啊 那肯定都是那个脸要涂上 是不是 那今天我看江先生也没有涂脸 你没发现我师父脸上 一点指都没有吗 特别平 怎么保养的呀 在座的观众朋友 您今天来着了 你打算脸上没有皱纸 我现在跟你说三句两句的 恐怕是说不完 然后呢 我师父有一套家传秘方 一共是八千八百八卖给大家 对对对 在我们这儿订购 只要一百九十一 行了行了 这个开玩笑 您各位看 我这个脸上也没有纸 对对对 它不像九十一的 我像九十一的 看不了 它还没到时候 说白了 你要到九十一 你都活不到九十一 你们谁说的 我努努力 我觉得没问题